這個真上身心 真上身就是未來比現在好 開分還分兩類 就是要生到人間 或是生到天上 那這個叫做人天稱跟性 那五正 五正的開始兩個就是人正跟天正 那麼主要是求現身樂跟來生樂 現身幸福 健康 長壽 這個幸福 快樂 然後來生生到天上 更大的幸福 更長的壽命 基本上是對啊 所以求現身樂跟求來生樂 求後生樂 那因為依佛法修持 能得現身安樂 就是你現在如果 假像說你現在有病 那你這個病是太累造成的 那你就多休息 太夠可口 口渴的那你就多喝水 缺少帶子的那你就多補乾 一樣是這樣的道理 你就可以減輕延緩那個病 然後讓你身體越來越健康 那看你的苦是什麼 那他現就是佛法 很多人會把宗教定義成說 這一生沒辦法 來生只能夠祈求來生 不是 佛法是他有憲法了 你現在做 你現在就會馬上有感應 就馬上知道 就好像你現在起煩惱 你現在思維佛法 就是你有稱心 那你用你思維這個 觀音普策的慈悲心 那你馬上就不起稱心 馬上就受用 馬上就沒有煩惱的痛苦 那接下來避免因為起煩惱 去打人 去罵人 然後後遺症 接下來的痛苦 你現在有佛法 你除掉你的貪心 你當下就不會有貪心的痛苦 然後也不會因為起貪心 去偷 去騙 去搶 然後有偷 騙 搶的後遺症 接下來的痛苦 就是有限時樂 有來時樂 有能夠預防限時苦 能夠解決限時苦 能夠預防來時苦 他本來就有這樣的 他並不是一定是現在好不好不知道 死後會好 不是的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以佛法修止能得獻身安樂 來一身也能夠得上方 不過在某種情形下 但求後身符勒 就是獻身刻骨一點 犧牲一點也未嘗不可 但有些是這樣 就是你現在辛苦一點 但是你哪一身可以 就好像有一對夫妻 非常的窮 非常的窮 兩個老夫婦窮到只有一條褲子 所以這個大家要輪流 今天這個老先生出去祈禱 老太婆就留在家裡面 因為只有一條褲子 所以老先生就穿一個褲子去祈禱 祈禱回來就分給大家吃 如果兩個人去祈禱就分得多一點 但是沒辦法只有一條褲子 所以只能一個人進去 所以一個人出去拖回來的要兩個人分 沒辦法 過幾天老先生累了 老太太去祈禱 不是拖鍋 去祈禱 祈禱回來了再分給老先生 就這樣過日子 因為有一天剛好佛經過 他們剛祈禱回來 祈禱一碗裝飾要分兩個人吃 都不太夠了 他想說難得有佛經過我們家 我們也要修福報 那個老太婆就說 我們都不夠吃 我們吃都吃不飽 我們還供養出去 那不是沒有的吃嗎 那老先生就講 就是因為我們都不修福報 如果我們現在再不修 我們就只能這樣過一輩子 而且下輩子還是一樣 所以請這幾天如果有佛 我們就供養他 這幾天苦一點沒關係 至少我們有修福報 至少我們有修福報 那我們未來可以好一點 以前我們家很窮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說我們會窮 不是我們不用公努力 就是說福報不夠 我們要修福報 怎麼修福報呢 那個時候剛好慈禱 二十幾年前 慈禱還沒有那麼大 我們就捐慈禱 一個月一百塊而已嘛 一個月一百塊又不多啊 那你就少 少慈禱零飲料就有了啊 他說我媽媽就講說 我們就那麼窮了 還要捐 等我們有錢再捐 不是 就是因為窮才要捐 你又不要捐多 那就是一種善心嘛 你就慢慢捐 一個月一百也不多啊 對不對 你就捐個那個捐 你窮眼能夠拿一百塊出來 跟有錢眼能夠拿一萬塊出來 其實那個心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有一萬塊拿一百塊 跟你有你一千萬拿一萬塊 你那個一百塊還比他多 因為比他不多 但是你的心 這是你的一百分之一啊 那他只是他的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萬分之一而已 所以 因為沒有錢所以更要捐 沒有福報嘛 有福報的人不經常有福報啊 沒關係啊 是不是 因為沒有錢更要捐 所以就這樣捐 那時候我們就知道 就懂佛法 知道佛法 就是會這樣做的 如果你不知道 想辦法把別人的錢 他來給我們 想辦法賺別人的錢 騙別人的錢 而不是想辦法把我們努力賺的錢 分一點給別人 當初那些比我們更苦的人 如果沒有佛法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就只知道努力賺錢而已啦 然後為了努力賺錢守不住錢 還在那邊抱怨 然後就更苛刻 更苛刻 更努力 可是他其實沒有辦法 所以後來就改變了 那我也跟我媽媽這麼說 後來他也願意接受 那又不多嘛 那你就會想說 那我們都很窮啊 我們都需要別人幫忙啊 我們來去幫忙別人 要幫忙別人 等到有錢再去幫忙別人 不行 這個時候等到有錢 你沒有等到那個時候 福報不是等來的 福報是修來的 所以那個老先生就跟他太太說 我們就是這樣求 我們要翻身 這次要翻身沒機會啦 那這幾天我們就苦一點沒關係 這餓兩天不會死嘛 是不是 可是你這兩天供養了佛 你供養一次就不得了 你不要說供養能吃了 當然他可能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是修行者 他說我們 我們沒有機會 因為我們沒有機會去修這個福報 也沒有能力 但現在剛好有 我們要把握這個機會 所以兩個人 就把他這一天拖到的 全部拿去供養佛 他也是去討來的嘛 那去供養 那一天他們就餓肚子了 沒有得吃啊 就是能夠捨掉 但是因為這樣這兩個 因為供養佛 你看那個薄居如 薄居如只是因為 供養一個屁之佛生病了 他買一個藥去供養這個屁之佛 因為這樣 佛弟子裡面 寒壽第一 活了一百六十歲 沒有病 一輩子沒有病 沒有痛 就只是因為有機會 供養一個屁之佛 屁之佛也會生病啊 你要知道 就只是因為這樣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施家庭 那個牧羊女 就只是因為供養那個菩薩 還沒成佛 那個時候西道部還沒成佛 讓他去成佛 幾千年在天上 福報還沒進 所以有時候捨掉一些自己的 讓自己 比如說你就賺一萬塊 你就賺一百塊 也不多 一百塊 你要是看個病 一千塊你都要給人家 我告訴你 一萬塊都要給人家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是 你能夠捨掉自己 刻苦一些 犧牲一點 也可以的 那有時候要這樣 但是當下你還是會覺得 你的屁事很開心 快樂基本上一般來講就 你第一個你知足 你就快樂 第二個你行善 你快樂 基本上是這樣 第三個 你有自己的修行方法 你有自己 綜藝的這種 譬如說你音樂 藝術 你念佛 然後誦經 你自等其樂 你樂在其中 基本上是這樣 好 所以他這樣 就現身刻骨一點 犧牲一點 你會產生的 有捨才有得 所以那個老先生 他已經沒得吃 那麼窮 天天都在餓 今天餓一點點 你能夠供養 他還是去供養 所以現身樂而後身樂的 最有影響 現在就快樂 還是更快樂 那是當然是最影響的 那你有錢 你又修布施 這些布施出去的 對你沒造成影響 他錢多 對他造成不了影響 那錢少了 對他就有影響 但是他來生而已 他現身可不太苦 犧牲一點點而已 他也不是全部都捐出去 也不是叫你一萬塊 那你一萬塊就捐出去 然後還要標揮 還要欠捲捐 不需要做到這個樣子 當然你願意這樣做 當然也是你的字 就是你叫做熱捐 你快樂的捐 不要很勉強 很痛苦 然後像犧牲很大 不是這樣 有些人就是捐起來變勉強 然後有些人要標位來捐 然後還要欠錢 其實不需要做到這個樣子 就是你歡喜 第一個是你要歡喜 為樂故事 所以佛陀人家 那布施 這場是給他 以前沒有錢 就是布施給他吃的 用的 這一些 就私事供養 佛陀就講一句話 所謂布施者 必獲其利命 若為樂故事 厚必難了 他的回事就念這一句 所以我們也是這樣 吃飯也是念這一句 因為吃飯是人家供養的 所謂布施者 他一定會獲得布施的回報 必獲其利益 但是這個利益多跟少 虛跟死就看你的心 不能獲其利益 就是你一定會得到布施的利益 那你如果布施完了會後悔 你還是有利益 就像你有錢 但是你沒有受用 你用不到 你就用不到錢 那你還是過著沒有錢的生活 但是你名下有錢 人就這樣 就是你布施後又後悔 並後期你又有額布施 就是得信施樂 得來施樂故事的 所以你會布施樂 所以你布施的心很重要 若為樂故事 你為了信施樂 來施樂 或是就近樂 不一定 你如果是為了解脫布施的 那麼你這個功德 未來就是你解脫的資料 你如果是為了升天布施的 你的布施就成為你升天的資料 如果你是為了 現世 下半輩子 幸福而布施的 你這個就是 你下半輩子 幸福的資料 如果你是為了成佛 你去布施的 那麼這個就是你成佛的資料 心很重要 所以後面會講到 看你發什麼心 不是看你做什麼 布施可以做人 可以做貼 可以出三屆 可以前往 看你又 就好像你賺的錢 你來 哪來買冰棒 哪來買冷氣 哪來蓋房子 都不一樣 看一樣是 你可以拿來買冰棒 你可以拿來 拿來買電風扇 吹電風扇 你也可以累積到 哪來買冷氣 你也可以拿來 買在這個 歐洲的房子 在那個比較寒冷地下的房子 那一直都是有冷氣 反正就不同的層次 那你吃冰棒吃一下 涼一涼就過去了 缺電風扇 缺久一點 還不夠涼 缺冷氣又更涼一點 那你到那個 你到那個瑞士啊 那種很清涼的地方住 那又涼一點 就太一樣 那你就是一樣嘛 布施也一樣 看你什麼心 看你什麼心 後必得安樂 那這個樂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現世樂 藍世樂 救星樂 那佛陀 接受布施 他都會這樣的住院同回向 我們吃飯也念這個 所謂布施者 這個是人家講的 十方信施的 所以就會回向給他們 所謂布施者 不管是誰 送完米 送完油 送完瓦斯 送完什麼 我這樣就是 我因為這樣可以修道 住院裡面 如果未樂布施者 現世樂 來世樂 救星樂 成果的樂 你都可以 給我成就 我們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現身樂而後身樂的作為理想 不得已 現身苦而後身樂的也不要講 現在苦一點 少益之主 其實少益之主也不苦 有很多人 我吃素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覺得 吃素很辛苦 所以吃素不可 所以是很快樂 而且吃肉太豐富 那你才覺得 你有肉 肉那麼好吃你不吃 你為什麼要折磨自己 其實你吃素吃久 你就覺得 肉有什麼好吃的 吃素還比較好 吃素反而給吃肉快樂 像我們出家 我在家的時候 我就過不死 他覺得過不死 過不死不是很苦 三餐可以吃 你為什麼要吃一餐 那你不是自己走過的事情 你習慣了 你就不會 晚上不吃很好 晚上不吃 省很多時間 又要省到消耗 又要整到這裡 晚上不吃 省到很多負擔 這很好 這有什麼好苦的 這沒有苦啊 這不會苦啊 那你可能就覺得 哇 你在那邊打坐坐那麼久 那要那麼苦 不會打坐很舒服 打坐不會苦啊 所以苦跟熱的定義 有時候不太一樣 不修省的人 會看修省的人很苦 打坐的人 會認為打坐很苦 吃素的人 會認為吃素很苦 其實你真的做的 你認識在一起說 你不會苦啊 我覺得他們才苦 我覺得吃肉才苦 然後吃心很多 很多病菌嘛 就要照很多殺菸 這邊忙這邊忙 他們才苦 有些人認為出家很苦 有些人認為吃素很苦 有些人認為認中一時很苦 有些人認為過無辜死很苦 其實 有些人認為受戒很苦 持戒很辛苦 但是你有做的人會覺得 你不做的人才苦 就不一樣 所以出家人會覺得 在家人很苦 在家人很苦 這個過不時也會覺得 晚上還要吃也很苦 反正就是像這樣 所以苦跟熱 其實也不僅是吃間點 吃間點認為就是 哎呀 你苦一點 其實對那個 吃肉的會覺得吃素 哎呀 為什麼要那麼辛苦 為什麼要活著那麼辛苦 但是你吃素吃久 你不覺得吃素是苦的哦 你不覺得吃素很苦 而且你覺得自己 自己自己不會因為自己要吃 而讓別人痛苦 這種就很欣賞你的 這種覺得就很快樂 活動就很有意義 你就覺得自己好像被社會有貢獻 對這個生命 其他的眾生有貢獻 自己感覺上就很有意義 很快樂 你不會覺得苦 所以這種其實是 有時候只是一種感覺 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感覺 那我們來看 所以他說 憲生苦 後生樂也不要講 其實很多人也不覺得苦 不以為苦 至於憲生享受而來生受苦 或憲生冤枉受苦而來生苦痛無邊 那不屬於如來政法 而是編導血刑 就是有一些宗教 他認為憲生享受 而來生就是 有一些是主張樂刑 憲生能夠享受就盡量享受 可是他不知道這樣來生會受苦 這個是不對 欲樂刑的 他認為沒有來生 或是說來生也不一定 你憲生能夠享受 即使行樂就即使行樂 有快樂 有快樂不即使行樂 偏偏要去休閒 這個不吃那個不吃 這個不做那個不做 跟自己過不去 來生的樂看不到 憲生有樂直接就想樂就好了 想一次就賺一次 其實這種是錯誤 有事有業報為因果的 有錢 錢是國家的又不是自己的 這個能搶到就搶到 也就是像這樣 中華民國第一個搶領航的 李斯科 他的經典名言就是 命是自己的 錢是國家的 這錢搶領航的第一個 你搶領航的 命是自己的 不要跟自己過不去 錢是國家的 你搶領航的不是你的錢 你搶領航 其實沒有人問不到 你憲生就算給你用完了 你還生也受苦 下輩子很快就沒有了 其實不需要 那很多人也是這樣 憲生能夠享受就享受 其實不是的 但是你來生會受苦 或是憲生冤枉受苦 苦行外道是這樣的 就認為自己現在一直受苦 一直受苦 那你來生就會幸福 有沒有 自己受苦也不一定會幸福 你不是說你受苦 那你來生就會幸福 沒有 你以為吃苦就了苦 吃苦不一定了苦 這苦行外道 受那麼多苦 來生不一定幸福 來生不一定幸福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苦有苦的因 你不要說那我現在讓我自己 讓我自己生病以後我就沒病 沒有啊 你不是讓你自己生病 你以後就沒病啊 我先前半輩子過窮日子 我後半輩子就過好日子 不是啊 你後半輩子會過好日子 不是因為你前半輩子都過窮日子 你前半輩子過窮日子 後半輩子也不一定的好日子 因為你沒有把那個苦因去掉 你沒有把那個熱因修集起來 所以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我只要先過苦日子 我以後就會有好的日子 不是啊 不是這樣啊 不是這樣 那你過苦日子 你不是自我折磨 自我受苦不是啊 不是白白受苦 堂壽辛苦不是啊 不是說 你努力修福報 慈見 那這些別人看起來是苦的 那你努力修行 別人去唱歌 唱卡拉OK 跳舞 看電影的時候 你在家裡念佛打坐 這個別人看起來苦 但是你不以為苦 那實際上 這個可以增加你的福報 別人拿著錢自己喝酒 跳舞 這個吃肉的時候 你吃簡單的 簡樸的 吃豆腐 吃清湯 拿著其他的酒 去幫助窮人 沒有人照顧的孤兒 需要照顧的老人 然後生病的人 你寧可自己不要買 名牌的衣服 名牌的包包 而讓眾生可以離苦得樂 那個是省下自己的 讓自己不用過得那麼欲樂 但是也不會苦 因為你做的時候 你心裡面是開啟的 你只是生活沒有那麼富裕而已 但是其實照理講 你做這種東西是不會苦的 你是樂在其中 但是外人看起來是苦的 這樣才是你可以離苦 而不是你連百受苦 苦行外套把頭埋在沙子裡面 那麼好幾天不吃飯不洗澡 好不然讓自己受苦 然後就覺得我現在 我現在一直受苦以後我就會幸福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種就是不是正見 不是正見 不是如來正法 就不是正確離苦的方法 而是顛倒的邪見的行為 那以仁天的福佑為目標 因此發心 為此而修行 都屬於佛法的下世 就是真善身心 我下輩子要過得更好 我要升到天上去 我不要再在仁仙這樣痛苦 那麼 凡發恥真善身心 那縱然修矢出世法 也不過是仁天果報 所以重點在發心 你不要以為十善念就是仁天果報 不是 你六度波隆曆成果的法文 前面也有布施案 布施慈戒 他不是生天之法嗎 他怎麼會變成成果之法 一樣 所以他重點是發心 所以入道藥門 全貌古提心文裡面就這麼講 入道藥門發心為首 入道藥門發心為首 發心是很重要的 修行幾乎 立願之先 比較重要的就是要先立下志願 我要大達什麼目標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發心意願 我發普提心 我要成果 我怎麼修 你還確定你怎麼修 那是這樣子 你一樣布施 你一樣布施 你發普提心的布施 就是成果的滋養 你發初離心的布施 就是解脫的滋養 你發這個生天的這個布施 你就是生天的滋養 你發未來下輩子要更好的 這個下輩子再來做人 要生到富貴人家的 那你就是下輩子幸福的滋養 來布施了 那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所以木道要門發心為神 修行幾乎 立願幾乎 先把目標確定 心態調整到正確 凡發此真上身心 就縱然修此吃素法 也不過這是人天福報 要發初離心 那麼修這個布施此戒 就可以得這個初三戒的果報 好 反之如有此願 而卻照做總統惡邪 好 你發這個心 你想要升天 但是你沒有修升天的願 你沒有實際上去修閒 你只想要修 你只想未來比現在好 下輩子比這輩子好 你希望升到天上 但是你沒有去布施慈戒 你只在那邊祈禱 那你就想升天 那是不可能的 甚至還殺身祭祀 那是照種種惡邪 那你想升天 不但升不了天 還要剁三惡道 夜歷 你的心雖然有悅 但是你的夜 你的心要往上升 你的夜本來往下拉 那沒辦法 所以這個是夜歷大於願歷 你沒有辦法 你雖然往上升天的心 可是你照做的是下三惡道的悅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 你像那個賓拉東說 這個 這個 綁著這個人肉炸彈去炸死這些異教徒 升天最快的方法 異教徒也要武功 就是五種還要每天 每天要念這個阿拉 還要宋經 可蘭經 還要布施 他們也有五種 每天要拜五拜 在五個時間點都要做禮拜 反正他們也有很多功課人 這些人還不一定 不一定可以升天的 可是你揹著炸彈去炸死異教徒 對回教有功 聖戰士 馬上升天 這個上天破格入取 馬上升天 坐電梯直接上去 真的可能嗎 不可能嗎 不可能 一般人爬樓梯還爬不到上去 你綁著炸彈去炸死 一定要得 直接升天 那當然不可能 所以 如果你沒有 你有這個心 但是照做總統的惡邪 像這個 你看尼泊爾那個血祭 牛羊殺那麼多 殺到 他們也沒有吃 就殺就流血 然後用這個血來祭這個神 那你想升天 你升得了天嗎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不但升不了天 佛陀在阿環宮裡面有講 不但升不了天 還會要因此下三二道 有不常識 就是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反而失去自己原有的 就是你不但不會升天常的時候 還會短命多病 你殺生業 所以 所以你雖然有這個願 想要升天的願 但卻照做種種惡邪 業力強調 下舵三二道 你要增上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所以佛陀出現在這個時間 告訴大家 升天的正確方法 解脫的正確方法 這兩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當時的印度人 基本上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要升天 一種就是要解脫的 但是很多錯誤的方法 很多錯誤的方法 那麼解脫的也有錯誤 也都是錯誤的 升天的也很多錯誤的 所以 佛陀告訴他們 怎麼樣才是正確的 升天之道 解脫之道 然後在後面再講 很多人跟著佛陀學習的成佛之道 那加起來就是五稱的佛法 是五稱的佛法 中品的人士 就是中輩的 中品的 發的是出離心 現在就是三種 身上身心是仁天 中品的出離心是生文圓絕 那麼出離心 出離就是出離生死 出離三間 三間就是生死 出離輪迴 出離煩惱 大概出離就是這幾個意思 那它是相關的 出離 一般我們講 叫做解脫道 解脫就是解脫生死 所以出離 所以出家就是出離 出離這個煩惱家 三界家火宅 所以出離什麼呢 基本上出離煩惱 因為煩惱造業 造業 就會什麼 就會受苦報 就有生死 出離生死 那生死一定在三界內 出離三界 然後講出離輪迴 或是出離苦 三界生死苦 三界苦 輪迴苦 煩惱苦 就算是這樣的 它這也是一樣的 但有的是講因 緣果報 出離就是出離三界生死輪迴的苦 有沒有 講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出離心 增上身心的人天果報 雖說不落二道 就是第一個先出離三二道 我們說這個 佛法就是幾個程式 第一個先出離三二道 第二個出離欲見的苦 第三個出離色無色見的苦 然後就是出離三界的苦 如果是天正 如果出離三二道 然後再天上出離人間的苦 再欲見 那再出離欲見 在這個色無色見 然後再出三界 那雖然不落二道 二道有的說三二道 有的說四二道 反正人間以下 有的也叫二道 阿修羅也叫二道 但是北傳的幫阿修羅 放在三道 這個三二道 三三道 南傳的兩三道 四二道 阿修羅也是二道 而且是向上進步 但進步又進步 終究在三界以內流轉 好還要更好 進步還要再進步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但是雖然進步 還在三界 你從人做到皇帝 最高 一樣要死 一樣在三界 一樣在欲見 好 那再生 生到天上 一樣在三界 所以 並不能到達究竟地步 就三界流轉 那三界生死 那就是要輪迴 那一定有苦 所以你要不苦 除非沒有業 要沒有業 除非沒有煩惱 所以你要斷除煩惱 你要沒有生死 有生必有死 有生必有死 所以你要沒有生死 就是要得無聲 正無成 就是一定要出輪迴 斷煩惱才有辦法 那生天的 天有三界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但再怎麼高 再怎麼高 也在輪迴當中 三界輪迴 所以從欲界而色界 從色界而色界 一直生到非想非非想堂 第28天 非想非非想堂 最高了 那麼再也不能上去 一旦業力想堅又開始多了 在定中 出定了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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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無色界一定往下掉的 有些是直接掉到山河島 有些掉到座人 去固定 由此深刻理解 感覺的三界無安有無無無在 一樣 就是要躲在燒完 還沒燒到裡面而已 一定會被燒到 無常之逢燒到 你只是久一點而已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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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輪迴 就到非想堂非想八萬大節 八萬大節過去了 如果我們現在還算的話 那不知道是幾億年 因為一大節 如果照這個人壽百歲就要算的話 一大節有十三億年 十三億再乘以八萬 你看 那是多少 幾萬年 先不要講那麼久 我就給你活個一百萬年好了 那地球聽說有 地球的時間多現在有幾億年 讓你地球生命生命幾次 你還在定裝快樂 可是幾次後你還是會掉下來 所以沒有究竟安 除非出三界 所以要發起出離三界生死的志願 這不是短暫的離苦 而是要究竟的離苦 那麼能夠這樣發現 修集出世的法型 那就能夠了脫生死 得涅槃的幾波樂 就是出生死苦 出輪迴苦 得涅槃樂 得解脫樂 其實是這樣 解脫樂是從離去煩惱而得到的 與世間樂的樂集身邊 樂趣可來 因為樂有勁的時候 那樂基本上 像世間的樂有分幾種 一種是 偶爾的 它時間很短的 它時效性很短 比如說唱歌跳舞 吃東西這種快樂 時間很短 你唱歌 你鬱悶的時候唱歌 一首快樂 兩首快樂 唱三首你就累了 叫你一直唱 唱一天你就苦了 跳舞 剛開始跳舞快樂 給你跳三個小時 你跳舞就變成痛苦了 你喜歡吃肯德心 今天買給你吃 明天買給你吃 連續一年都讓你吃 只吃這個你就痛苦了 你看到它就要吐了 所以這種都是 它時效性比較短 就是它的熱不長 而且很容易很容易 熱就變成苦 就算熱極生非 樂趣苦來 世間的預熱是這樣子的 高級一點的是禪定樂 那預熱還有兩種 像這種感官的刺激 那種預熱短一點 心靈的快樂多一點 就是藝術 音樂 你曾經在藝術 曾經在音樂 那種快樂滿足 那種長一點 那是哲學啦 這種心靈上的快樂 長一點點 但是這種熱還是很粗的 再高一點點的熱就是禪定的快樂 禪定的快樂 時效性沒有那麼多 長一點 因為它比較不會有後症 它在熱中 它就在熱中 你不會由熱轉成苦 禪定的快樂是這樣 禪定的快樂 喜跟熱的感覺比較深 比較適 你入定多久 你快樂就多久 你不會說這個東西很好吃吃太久 膩啦 變成苦啦 唱歌很快樂 唱太久累啦 變成苦啦 跳舞 跳太久 變成苦啦 不會 好吃的東西吃太多 變好吃啦 喜歡的人看太久 看膩啦 不喜歡啦 反正類似像這樣 那禪定不會 禪定多久的快樂 比如說你到飛翔飛翔 它在定中 那種定更高深 無色界的定 比色界的定更高一點 無色界 飛翔飛翔八萬大姐 八萬大姐都是快樂的 不會因為時間太長痛苦 不會 但是 它還是會掉下來 掉下來就痛苦啦 快樂失去就變成痛苦了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個是熱的不同 那這個都是時間熱 那時間有分嘛 五欲的 這些時效比較短 吃東西啊 然後這個 吊舞啊 唱歌啊 這種感官的刺激 因為刺激完之後就要更大的刺激嘛 他才會覺得舒服啊 那這種 這種比較會後遺症 會這樣叫做樂子生悲 或是苦後生樂 樂後生苦的 樂趣苦來的 比較會這樣 那麼再高一點的就是 像藝術這一種 哲學這一種 再高一點的就是禪電 禪電的樂 那這種樂又高一點 那這種比較沒有副作用 但是也不究竟 真正的究竟就是解脫樂 沒有舒服 完全沒有舒服 出山間 沒有生死 沒有輪魂 這種解脫樂是最快樂的 最快樂的 而且沒有 沒有 不但不會樂己生悲 而且沒有時效率 就一直是這樣 這是究竟的快樂 所以它是完全不同 是玉界的樂比較容易樂己生悲 那這個社界的樂就容易樂趣苦來 樂沒有了苦就來了 從才定下來就不再樂了 所以社界的樂就比較容易樂趣苦來 玉界的樂 容易樂趣生悲 完全不同 這是徹底了脫生死 不再有轉 就解脫樂 比起下世的人天善果 徹底究竟得多 又究竟不徹底 這裡面又分做兩面 就出於兩個生文的跟元節 合成為二秤 發心與結果大體相同 就是說二秤的發心跟結果差不多一樣 上面說過發出離心的 雖修大秤聖法 衝擊量不過正的效果 就是說你是發出離心的 你雖然修六度貝羅密 因為你的心是這樣 所以你也只是最多就是正解脫 因為你就想解脫 所以你也就 你雖然是修大聖法 也是得解脫 那你如果要發真正 你只是 你雖然修大聖法 但是你想升天 你最後還是升天 其實是這樣 所以說 反之如果發出離心 而不修出離邪 或照做非法惡邪 那又是月曆勝過月曆 連天善果也不可等 你雖然發出離心 你要解脫 但是你並沒有行解脫到 就像你出家 出家是發出離心 當然有些人出家也沒有發出離心 有些人出家只是發真上身心 我想這輩子過得好一點 出家好像人家共濟 人家共養 又不仇事不仇穿 這個就是發真上身心 想要這輩子過得好一點 然後他就做一些善事 這個也沒有辦法處理善事 那有一些雖然發出離心出家 可是還照做非法惡邪 那個不但沒有辦法升天 一樣會多散得到 一樣會多散得到 那這個就是說 人連天善果也沒有 然後提伯達多他也出家 他本來也有出離心 後來沒有 後來後來就真上身心 真上身心是什麼 他現世想要獲得明文力 就真上身 因為他看到釋迦果的那些明文力 他沒有 他想要以後比現在好 我要跟釋迦果一樣 我很多人共濟我 很多人共養我 這個是真上身 以後要比現在好 但是他照做惡業 所以他不但沒有辦法做人 沒有辦法升天 沒有辦法處理善見 沒有辦法做我 他只會下散熱道 而且是散熱道裡面的定義 最底下 也沒辦法 沒辦法 也不能說他有過處理心 可是他後來也沒有 那就算你有 你照的不是處理熱液 這樣沒有 好 最上品的人發的是大普提心 這普提心我們說的就是 無上普提心 普提有生文普提 元節普提 佛普提 他發的是佛普提 就是無上普提 泛於普提是覺悟的意思 就是正覺的意思 如來果味的一切功德 稱為無上正等普提 我們又叫做無上正等正覺 普提就是正覺的意思 那麼是以大覺為中心 而統設一切功德 發普提心就是上乘佛道的大志願 那為什麼要上乘佛道 因為要下化眾生 所以普提心其實就是上乘佛道 下化眾生 你成果是為了度眾生 那度眾生才有可能成果 其實是這樣 互為因果 中式的出離心 雖說是就近的 但還不夠 不夠高善 你們說過他要離苦 但是普提心是我離苦 然後我也要讓大家離苦 所以你看那個地藏經 地藏經 其實怎麼教你怎麼發普提心 普提心要先有慈悲心 慈悲心怎麼修 七周圓祠 先從用利益誰開始修 利益自己的母親父母 就是自己最親的人 對自己有恩的人 先對他施以慈悲心 不要讓他離苦 普提心是以大悲心為根本 成果是以普提心為根本 普提心以大悲心為根本 大悲心就是要讓一切眾生離苦的心 那大悲心要怎麼修 大悲心不是叫你念大悲做就有大悲心 不是啊 就是實際上念大悲做就是要讓你發大悲心的 但是有很多人念的大悲做沒有發大悲心 很多人念的普門品也沒有發大悲心 念觀音菩薩也沒有發大悲心 其實念大悲做念普門品 念觀音菩薩名號都是要讓你發大悲心的 可是如果你沒有發大悲心 那你其實 你雖然念觀音菩薩 那你沒有念觀音菩薩的功德 念大悲做沒有大悲做的功德 念普門品沒有念普門品的功德 因為他最大的功德就是讓你升起大悲心 可是你沒有升起所以你沒有得到功德 所以那你看那個地藏經 地藏經他就是教你怎麼發大悲心 他是怎麼樣 先想 為什麼會有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的前身是什麼 佛羅門名 曹地月地利名 那是什麼 他的媽媽墮入地面 我們眾生的苦裡面 最苦的是什麼苦 第一苦 最苦的是第一苦 那麼我們最想讓他離苦的人是誰 母親 父母啊 所以 最苦的 母親受到最苦 這是我們最想讓他離苦的 你看 你看這個就是七週大悲心七週原始 第一週是什麼 最內回的就是母親 父母然後慢慢兄弟姐妹 然後慢慢慢慢到根本有醜的人 慢慢獲勝 然後根本有恩的人我要讓他離苦 以我有恩的人裡面最主要的是母親 所以母親在定義受苦 就是母親 那你看地藏菩薩 不只是要救他的母親 慈悲心是第一個 從自己的親人有恩的 擴展到跟自己有仇的 然後中間就是 慢慢後面是跟自己沒有姻緣的 有跟自己親 有恩 恩沒那麼大的 那跟自己有恩 恩很重的 母親 然後媽媽媽 父母然後兄弟姐妹 朋友 親親眷屬 然後一般的人 然後傷害我的人 一層一層 然後從一個人 到所有的人 非常多的人 所有的人一層一層 那你看地藏菩薩是怎樣 他的母親墮入地獄很苦 他要讓母親離苦要報了 那母親離苦看到很多人都在受苦 地獄不是只有他母親 地獄有很多人受苦 很多人的母親附近都在地獄 所以他的大背心是什麼 就像要救他母親離地獄那種心 而且不只是救他母親 你看地藏菩裡面怎麼講 進地獄裡面的人 所有受苦的人 他都要救他 那不就是菩提心 他就是教你發菩提心 你讀地獄經要讀到 你學地獄菩薩 第一個就是發菩提心 然後勸導 勸導這些眾生不要多散熱道 因為散熱道苦啊 所以我們講第一層 讓他們一層不多散熱道 然後他們怎樣不多散熱道 告訴他們因果啊 一殺生者就要跟他講短命多命爆 一邪癮者跟他講煙槍歌雀爆 煙槍歌雀爆 結果跟他講因果啊 講夜爆啊 他努力去勸導他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不慈辛苦不慈疲勞的一次又一次 努力去勸導眾生 地獄菩薩教的就這一些 他說這是菩提心啊 就是像自己的母親過入地獄一樣 你要把他救出來那種心 而且不只是不只是救自己的母親 騙一切正在受苦的人都要救 他就是這樣 這是菩提心啊 好 那這個我們看 那他說 這有如船舶在中途濕了 船在大海中落水 濕了 大家都落在水裡 有人不顧一切 建立的油燈岸上 就在生死苦海裡面 那麼出離心的人就一直 想辦法要脫離這個苦海 有有有有有 有就是什麼 建立的有就是修行 借定會 努力累積借定會 有有游到對岸 但是他顧不了別人 他自己在苦海裡面 他會先游到有到岸上 活這條命 但是菩薩就不是這樣 小孩裡面自己要找 自己要跑也要帶著別人跑 你看有些花生火車也是這樣 花生火車自己先跑 如果自己的父母在裡面 兒女在裡面 要帶著自己的父母兒女跑 那你把一切都想成你的兒女婦 那就是佛傻 那就是佛 那無動於衷 自己舒適地躺下來休息 從脫險來講 那人是成功的 所以生文言解就是這樣 自己 他的重點是自己要解脫 自己要離苦 自己要出生死 但是從人類的德性來講 這也是不遠來的 所以從大勝的角度來看 生文言解不就有性不遠來 從人天的角度來看 這個生文看這個人天不遠 大勝看這個生文言解不遠 所以有人不願獨善其身 不顧自己解脫 而發願來自救救人 自利利他 希望能夠與一切眾生同根彼岸 這要怎麼樣才有可能 唯有佛能完成此一大志願 佛的大志大悲大怨大力 才能徹底的救度受生 這樣就以佛為榜樣 而發成佛的大志願 這個就是普利學 所以我們叫做學佛 叫做佛弟子以佛為榜樣 可是很多人學佛以阿羅漢為榜樣 那就不對了 要以佛為榜樣 學佛就是要成佛 學佛而不敢成佛 那你學的不是佛 所以 菩提心發起了修菩薩行 自利利他 到究竟圓滿時就成佛 有大悲大志 能得最極究竟的大涅槃樂 本著這上乘佛道 下化眾生的目標 發心修行 佛法中的上上發心 上上平衡 希望學佛同仁 大家能以此目標 而修學 這個就是發佛的心 然後 雖然這個叫做五秤 成佛之道 五秤共法 但這本就成佛之道 目標是要大家成佛的 但是成佛不是一開始就修成佛之道 不是 要先從人天上法 這叫做五秤共法 你還是要佛思慈戒 你不是說佛思慈戒這個是人天聖法 這個是小聖法 不是 你有菩提心 你修佛思慈戒 你就是大乘法 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 那個五秤十三那個小聖法 我不要修 不對 這個不是小聖法 六度不容易也有菩提心 但是你以大乘法來修 菩提心來修 不切法都是大乘法 主要是這樣 好 那麼大家合掌合相 可以給大家認同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切 不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好 各位